讀头条看世界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国际前锋论坛报 中美领导人今天就要会面来进行对谈 而这个时候南北韩领导人也渴望进行对话 北韩六号突然向南韩提出了 希望针对开城工业区等等的议题 来举行双边政府会谈 南韩方面也已经同意了 但是会谈地点要改到南北韩边界上的 板门店停站村 好我们继续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局 竟然从电信公司取得民众的通联记录 风波继续持续 现在包括了英国卫报在内的多家媒体 又进一步的报道 这包含微软 雅虎 还有Google 脸书在内的九大网络公司伺服器 也遭到了国安局的侵入 用物的照片 邮件 还有聊天记录 全部都摊在阳光下 但这几家公司都发出声明 否认指控了 好 华盛顿邮报我们继续报导 这张国安局长期植入 这九大网络公司的 是名为Prison的情搜计划 早在七年前的不息时代就开始了 欧巴马在去年连任成功之后 也立刻批准国安局的监视行动 要持续地来进行 好 原来长达七年 美国国安局 监听美国公民的电话 政府都知情 不过白宫方面就澄清了 秦搜全是为了对抗恐怖分子 是在保护美国 好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搬出国家安全的大旗 个人隐私就不重要了吗 华尔街日报继续来报道 说国安局每天收集 大概是百万封的通联记录 而且可能不止Varion 搜到配合秦搜的命令 三大电信公司 包括18AT还有史普林特公司 可能也全部都沦陷了